你知道如何打败一头比恐龙还大的非洲象吗 这也是米国军队想要知道的答案 作为保护区的管理员 萨曼带着军队猎杀这头非洲象 可最后他却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截止至今 他已经猎杀了977只动物以及41名人类 体重达到了恐怖的21.2吨 最令人发指的是他的食量 如果放任不管 那么只需两年半 他就能将整个公园保护区全部变成沙漠 面对一群记者的质问 萨曼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唯一的错误就是带去的士兵不够多 武器也不够强力 他们应该直接发射导弹把非洲象轰成渣渣 台下的记者有些好奇 如此可怕的生物是如何被消灭的 对此萨曼也是给出了解释 在非洲象肆虐后正打算离开时 一个黑衣男人出现了 他赤手空拳击杀了恐怖的非洲象 然后还架起火吃了一顿香肉烧烤 听到这如同科幻片的故事 底下的记者认为萨曼在胡说八道 对于这群人的质疑 萨曼不再多说什么 其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唯一相信这件事的只有他的儿子 小孩疑惑地询问父亲 那个男人真的那么强吗 在听到肯定的答案后 小孩竟然兴奋了起来 如此强大的男人到底谁能打败他呢 而另一边 这个倒霉孩子正在被几个小恶霸逼迫 让他去向世界最强的高中生发起挑战 看着面前的几个凶声恶煞般的高中生 小孩只能硬着头皮掏出了兜里的小刀 可这一行为却逗得对方捧腹大笑 孩子强忍心中的恐惧说出了此次目的 对方却说这里没有最强的 但他们可以带着世界最强的人去找他 约定好了决斗地点 孩子放学后准时赴约 见任牙缓缓靠近 几个小恶霸被吓得四散奔逃 小孩一边打战一边掏出了18米长的大刀 虽然对方被吹捧为最强高中生 但其实个头也并不高 互报了姓名后 二人的决斗正式开始 没想到任牙却直接脱掉了上衣 露出了一块块爆炸的肌肉 然后说 听到这话小孩一脸懵逼 对付我个小学生你都要使出全力 本以为任牙会对他哈哈大笑 然后走个过场 谁知道这家伙这么认真 就在他怀疑人生时 任牙却突然问他会不会游泳 听到小孩的肯定答案 任牙终于可以放心出手了 下一秒他就闪现到了小孩的身后 小孩钻出水面 缓缓走回了岸上 没想到就在这时 任牙却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然后对孩子说 重拾回了男人的自信 小孩看远处欺负过自己的小恶霸 感觉他们看起来是如此渺小 这是一个上尉找到了任牙 把他父亲杀死非洲巷的事告诉了他 这举动也代表了对方认可了任牙 有资格向自己挑战 上尉询问任牙的下一步计划 可这家伙却表示这是家庭纷争 让上尉不要多管闲事 听到这话男人不禁开始吐槽 任牙和父亲的战斗 都等同于两国之间的战争了 回去的路上任牙走着走着却突然像发了风一样 对着空气不断的挥拳 小孩直接看傻了 这是一种名为空气拳击的基本训练 想象对手在自己面前 然后虚拟闪躲的招数 最后向对手挥拳 但随着任牙的挥拳速度不断加快 对面居然出现了一团虚影 虚影明示后 小孩这才看清 任牙想象出来的对手正是前重量级世界冠军铁人迈克 在某个时期里 迈克是世界公认的最强之人 电光火石之际 迈克一击重拳打中了任牙 然后用上勾拳将其打倒 此时的任牙竟然开始流鼻血 身上也出现了多处瘀青 但他并没有放弃战斗 而是缓步朝着迈克走去 在拳击的领域里 任牙的这个动作应该算是违规的 不过任牙却并没有当一回事 他没想到这小孩懂得空气拳击 甚至看到了自己面前的对手 小孩以为迈克就是任牙的训练对象 可任牙却告诉他 刚才的战斗只是在热身而已 这个男人有多离谱 为了打败自己的老爹 他竟然创造出了一场和螳螂的对决 就在刚刚 任牙在房间热了一下身 然后便带着男孩静止去了地下室 这里有着比非洲象更强大的对手 任牙摆出战斗姿态 可下一秒他就不知被什么东西打飞出去 男孩走到桌前发现 上面竟然是一只螳螂 这家伙能比非洲象还强吗 任牙认为要论单挑 野兽根本比不上昆虫 老虎和狮子几乎拖不动比自己重三四倍的猎物 而昆虫却可以将比自己重七到八倍的猎物 一路毫不停歇地拖回巢穴 对路来说 跳石公尺是很稀松平常的事 但跟跳蚤或扎萌比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如果它们和人类的体型一样大 那么就能轻松跳过十层的高楼 螳螂则是绝顶的专业格斗士 中国武术的螳螂拳就是依照螳螂的形体而创造 它们的功夫堪称一流 并且没有任何弱点 是彻彻底底的武术大师 如果螳螂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 那它绝对会猎食那头堪比恐龙大小的非洲象 任牙可以让它变大 就像之前的铁人麦克一样 凭借创造能力把螳螂变为一百公斤 话音刚落任牙就突然出招 但它却被什么打退了 还露出一副惊恐的表情 好像很害怕眼前虚构出来的螳螂 任牙想再次进攻 可身体却猛然停在空中 它竟然被螳螂抓住了 仅仅交手两个回合 任牙就被打得遍体鳞伤 只能不断躲闪 寻找机会发起反击 男孩面对巨大的螳螂感到非常无助 可任牙却能坦然面对这种怪物 犯马勇刺狼打败的非洲象占有体型优势 如果它们和昆虫一样打 那么力量就会等于一只毛毛虫 就在男孩思考之际 任牙一记高梯腿重重 砸到了螳螂的头部 因为螳螂的头部基本没有脑子 不会像人类一样脑震荡 于是任牙跳到螳螂身后 用双手锁住了它的脖子 可这家伙竟然能看到背后的任牙 然后凭借灵活的身体抓住了它 任牙与螳螂比拼力气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挣脱出来 所幸它还是照往常一样战斗 用剪刀脚牢牢锁住螳螂的反向关节 但下一秒它就被螳螂强大的力量甩飞 正好撞倒了桌子 盒子里的螳螂也跑了出来 重伤的任牙发现自己用武术对付不了它 因为螳螂的眼睛没有盲点 房间的每个角落都在它的视线范围内 任牙拼命在想和螳螂对抗的方法 突然他发现螳螂脖子下方的部位很柔软 于是便决定试试看螳螂拳 传说很久以前 在中国有个叫周亚门的僧人 有一天在森林偶然看见了螳螂和麻雀之间的战斗 令他意外的是 体型较小的螳螂竟然成了最终赢家 看到这一幕他大受启发 开始研究螳螂的战斗方式 创造出了一门名为螳螂拳的武术 此时任牙也摆出螳螂拳的架势 可是经过一番战斗后 任牙发现螳螂在昆虫界并没有天敌 所以只知道进攻 并不懂得如何防御 通过几次交手 任牙终于找到了对方的弱点 任牙竟然使出了鹤拳 凶猛的螳螂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不断后退企图逃跑 突然任牙收起架势 然后捡起了地上的螳螂 他通过这次战斗领悟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只要找到对方的弱点 无论对手的体型多大都无所谓 在任牙说话之际 面前的螳螂竟然缓缓消失了 而真正的螳螂还在地上没有移动 任牙蹲下来用手指和螳螂过招 经过一番激烈搏斗 成功将其抓了回来 这个男人可真牛逼 不仅能在时速超过20公里的水流中潜水 而且还能不停地游泳一小时 优美的姿态仿佛就像虎精一样 享受着运动带给他的快感 这个浑身都是爆炸肌肉的男人 便是世界公认的最强男人 任牙的父亲识人模范马永次郎 尚未把任牙战胜100公斤螳螂的消息 告诉了永次郎 可永次郎听后却哈哈大笑 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实际尝过滋味又胜过千张照片 无论幻想出来的对手有多强大 终究那都是假的 甚至比不上现实中的一条小狗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在游行途中突然消失 被任牙带到了附近的餐厅里 他直截了当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任牙想进去找奥利巴 那个被人们称为关不住的男人 见总统答应了自己的要求 任牙当即就把手机递给了对方 最终任牙被逮捕 经过拘留审判的一系列流程 然后成功乘车进入了监狱 亚利桑那州立监狱又名黑色五角大厦 里面关押着国家罪最大恶极的罪犯 由于任牙的体制出众 所以监狱长单独会见了他 听说任牙想见奥利巴 监狱长有些惊讶 因为一提到任牙的名字 奥利巴就马上让他带任牙过去 警卫一边走一边给任牙介绍 这个区域关的都是犯了特殊罪行的人 只有不断输入正确密码才能入内 每十公尺就有压颗力强 当警卫打开镜头的门时 里面的豪华装饰把任牙看待了 监狱里面竟然别有洞天 奥利巴在这里不但被奉为上兵 没有对方的允许 就连警卫都不敢进入 见到任牙 奥利巴热情地招待他 还拿出上好的白兰地请任牙品尝 他猜到了任牙来此的目的 但却没有答应决斗请求 因为奥利巴是这里的老大 监狱里有4071名恶徒 其中4070人都想要他的命 任牙则是刚到监狱的菜鸟 不能第一次登场就挑战他 可任牙并不打算走流程 直接起身一拳砸到了奥利巴的脸上 但这家伙竟然毫发无损 继续开始吞云吐 这一幕把任牙吓够呛 奥利巴告诉任牙 自己下周要和监狱里第二强的人决斗 而任牙则是被安排到了那个人的牢房 他正打量周围的环境时 突然有人出声叫出了任牙的名字 这个男人竟然是铁人麦克 任牙想和对方交谈 麦克却让他惊声 现在先上床睡觉 明天有机会再和他解释 任牙以为麦克就是监狱第二强的人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麦克在这里连钱十都进不去 他可不想英年早逝 任牙有些奇怪 钱重量级冠军麦克 为什么在牢房里会感到害怕 这是一个老头拍了拍麦克的肩膀 让他不要继续说下去了 否则会忍恼二先生 到了第二天早上 监狱的铃声叫醒了他们 任牙看到眼前的壮汉大吃一惊 这家伙的身高竟然超过了240公分 他以为对方就是所谓的二先生 就在他思考要不要在这里出手时 壮汉却对着柜子喊了一声二先生 二先生非常赞赏任牙挟持总统的勇气 让他有什么事情不懂尽管问自己 恰好任牙还真有两件事不理解 一是二先生为什么要睡在工具柜里 这个男人有多牛逼 身处全米国最残酷的监狱 他无视正在驯化的预警 然后把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 从上衣兜里拿出香烟 点燃后悠闲土了的烟圈 这操作把刃牙都看傻了 这个男人就是传说中的二先生 别人的早餐都是统一发放 可他却有煎蛋卷吃 而监狱里的其他囚犯对此并没有意义 剑狱警的左轮枪换成了自动的 二先生竟然上前把玩起来 恰巧这时一只苍蝇落到了狱警额头 坐在二先生对面的这个男人 他曾经是日本的相扑选手 由于转战综合格斗界拿了冠军 在街头发泄过多的精力 导致路人重伤而死 所以才被关进监狱 这家伙以为自己打遍天下无敌手 于是就向二先生发起了挑战 徒手掰断勺子向他挑衅 可二先生却给胖子露了一手 见状胖子直接掀翻了桌子 把饭菜撒了二先生一脸 狱警想制止胖子的愚蠢行为 但二先生却摆了白手 然后拿过狱警手上的枪地给了胖子 让他瞄准要害开枪 可就在胖子扣动扳机的瞬间 二先生抬脚就把这家伙的坤坤抱了 还决定用对方最擅长的相扑决斗 他带胖子去了体育馆 三个狱警则是靠墙旁观 二先生率先抱住了胖子 然后等待对方发起攻击 可胖子无论如何用力都无法抬起二先生 而二先生这时缓缓抬手 一巴掌直接把胖子的耳膜打穿了 然后拔掉几根头发拧在一起 顺着耳朵伸了进去 把胖子的耳窝瞬间切成了数块 失去平衡感的胖子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倒在地上 他不甘心就这么失败 但无法站立的他只能在地上思考人生 随着二先生的离去 预警直接将这个蠢祸击毙 任牙此刻也听说了二先生的事迹 二指的是关不住的男人第二代 他觉得奥利巴的生活方式太过荒谬 是时候改变一下了 二人正说话之际 预警却突然抽出锦棍打任牙 但下一秒 锦棍就到了任牙的手中 就这样 任牙被关到了小黑屋 并且手指还戴上了特殊的手铐 直到晚饭时间 同牢房的老头走进来给他送饭 趁机任牙向对方询问起了二先生的过往 原来二先生是一个不知名小国的总统 人口连两万都不到 他的真名叫凯巴尔 原本是个海盗 带着手下劫停路过的邮轮 以抢劫金银财宝为生 可在凯巴尔17岁那年出现了转折点 他发现富人喜欢用金钱和权力把党民当奴隶 只因为这些人收入微薄 所以就得不到平等对待 他们的骄傲和文化还被资本主义肆意践踏 于是凯巴尔便下定决心推动独立 把自己的武术传授给手下 禁止他们使用武器 最终训练出一支战斗力强悍的部队 率领民众宣布独立 米国总统想采取措施 但忽然他背后出现了一个人 给总统看了一个视频 里面的凯巴尔正在总统的家中 掌控了他亲里的性命 外面的警卫也已经全部被解决 最终总统只能放任凯巴尔独立 任牙有些奇怪 实力如此强大的凯巴尔 为什么会被关进监狱 老头解释 是因为奥利巴尔拥有 和总统平起平坐的权利 所以凯巴尔才想空手阻止奥利巴 来一场痛快的战斗 监狱里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而任牙也是如此 能被军方卫星时刻监视的男人 究竟有多强 泛马勇次郎 奥利巴 凯巴尔 为了掌握三人的动向 军方竟然动用大量的人造卫星监视他们 如果三人的移动时速超过四公里 那么超过半数的卫星 都会采取紧急行动追踪目标 使用军事卫星的汽车导航系统 也会因此偏移70公尺 三个赤手空拳的人 却让已用武器自保的人害怕 老头想想就可笑 就在这时 玉瑾推开门走了进来 他对二人聊天十分不满 用锦棍打断了老头的指甲 然后还打算进行更严厉的惩罚 旁边的任牙看到这一幕 当即就出手将玉瑾的帽子打掉 并且嘲笑他欺负老人头发也不会长出来 玉瑾听到这话怒气直直接拉满 挥舞锦棍就向任牙打去 可下一秒他就被一脚踢出了小黑屋 趁任牙还被手铐束缚 玉瑾又再次向他发起了攻击 这几棍子下来任牙毫发无伤 反倒是玉瑾被揣得连连后腿 眼看这家伙就要掉下去摔成肉泥 还好任牙冲过去抓住了他 就在这时二先生恰好路过 劝说任牙放弃救玉瑾 他认为米国人不懂报恩 最终任牙还是心软把玉瑾救了上来 看着满地的狼藉 对方并没有再为难任牙 而是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 他会写在今天的记录里 三天后 关在小黑屋的任牙被放了出来 回归到了正常的牢狱生活 别人需要敲几十下才能欠进去的路基 任牙两下就能将其轻松搞定 到了休息时间 任牙找迈克聊起了天 因为对方下个月就要出狱 然后去争取全能重量级冠军的头衔 三个月后的比赛日期已经敲定了 大家都在等着他王者回归 与此同时 监狱长收到了一张200万的支票 这是国际拳击协会主席给监狱的捐款 对方不想让身为罪犯的麦克夺冠 在1960时代初期 重量级比赛的票房十分惨淡 当时的卫冕冠军桑尼是在监狱里学习的拳击 从年轻时就有不少逮捕前科 但最后却攀上了巅峰 成为了重量级世界冠军 可周围的观众却并不买账 反而是对他虚声一片 所以拳击协会主席不希望历史重年 用捐款的名义让监狱长帮忙 断了麦克的打拳之路 监狱中的两大巨头不会帮他们 于是监狱长便找到了嘴巴三胞胎 这三人被称为纯齿蛇 他们拥有非常变态的默契度 每个人轮流念一个音节组成一句话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在说话 完美的团队合作能使战斗力翻上好几倍 拿吃鱼来举例 最先是鱼肉掠过嘴唇拉入口中 然后舌头将其带往深处被救世拒绝 在这过程中舌头可以发现小鱼刺的存在 最终把他推往嘴唇送出 三兄弟的称号象征着他们的配合十分默契 监狱长认为他们有解决麦克的能力 看到麦克的一瞬间 三人就大致推算出了他的数值 虽然对方有着非凡的运动能力 但身体的肌肉框架限制住了他 麦克的战斗力是一般男性的3.2倍 可旁边观战的副监狱长却说这不可能 现实生活中10个人都打不赢他 而麦克也觉得这三人只会打嘴炮 听到这话三兄弟并不恼火 而是逐渐散开摆出了三脚阵 然后才解释 普通人联手打不过这些格斗士 是因为他们不习惯一起战斗 更没有那种团队合作的战术 正说话之际 对方突然出拳打在了麦克的脸上 暴怒的麦克想反击 但没想到对方竟然转头就跑 准备先消耗一波麦克的体力 然后趁他不注意 另一人再次发起了偷袭 倒地的麦克还没等站起来 麦克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可就在下一秒 他竟然转头逃了 然后靠在墙角摆出了战斗姿态 麦克想迫使对方正面与他战斗 二先生凯巴尔的实力有多强 面对配合默契的三胞胎 只用一招就将其打得屁滚尿流 就在刚刚 前拳击冠军麦克被三胞胎堵在了墙角 随着一声清脆的响指 三胞胎同时出手打向了麦克 虽然麦克是拳击冠军 但面对三个方向的进攻 他也不可能同时躲过去 还没过几个回合 麦克就被打倒在地 其中一人闪到他身后 用双手死死锁住了麦克 然后另外两兄弟用脚后跟对他的脸疯狂输出 体重不到30公斤的小学生用这一招 也能轻易放倒魁梧的壮汉 仅仅过了两分半 麦克便彻底昏死了过去 三胞胎抽出匕首准备切断麦克握拳的肌腱 可下一秒 从黑暗中缓缓滚出来了一个人 你没有看错 他就是滚出来的 此人正是二先生凯巴尔 他特意过来领教嘴巴三兄弟的实力 对方的合体机让凯巴尔很感兴趣 开战前他还让三人小心一点 旁边的副监狱长突然发现 身经百战的嘴巴三胞胎竟然被凯巴尔震慑住 三脚镇脸上紧绷的表情也放松了下来 随着一声响指 沙包大的拳头砸向了凯巴尔 可下一秒 一股神秘液体就从凯巴尔胯下喷出 面对着毫无章法的招数 三胞胎有些手忙脚乱 在用圣水画出一个圈后 凯巴尔竟然直接躺了进去 让三人随便对自己进行殴打 见二先生一点都没有动手的意思 他们以为对方只是虚张声势 实际上一点实力都没有 可突然凯巴尔站了起来 然后缓缓走向了转动的风车 三胞胎被眼前的一幕吓得愣在原地 他们以为这一切都是凯巴尔在故弄玄虚 没有一项跟实力有关 老大让两兄弟不要害怕 随后摆出了终极三角阵法 组成一个四面体将凯巴尔围在了中间 下面的两个人率先发起进攻 可迎接他们的却是凯巴尔的拳头 只用一击就将其中一人打得失去了意识 看到这一幕 另外两人都被吓尿了 转头就向远处逃跑 三胞胎失去了一人 战斗力瞬间锐减大半 凯巴尔也没兴趣再战斗下去了 他刚要返回宿舍 清醒过来的迈克却叫住了他 如果二先生没有出手 那么迈克的拳击生涯肯定会结束 迈克向凯巴尔好好倒了血 二人正准备上床休息 可这时任牙却开口了 他希望凯巴尔能和自己决斗 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 门外响起了一道猥琐的声音 他们见面并没有打起来 而是像老朋友一样聊起了天 虽然二人都有顶级的品格 智慧和领导能力 但与之相对的 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那就是战斗时追求胜利 从幼儿到成人 一直都保持着只要打架 就必须要赢的心理 奥利巴是为了他可爱的女朋友而战斗 听到对方开始喂狗粮 凯巴尔有点绷不住了 差点就要当场给他两个大逼斗 突然任牙横在了二人中间 他本以为这两个人会是自己的劲敌 但听到这番谈话 任牙感觉自己被耍了 世上的所有液体中 泛马血统是最强的 刚才那些话刺激到了任牙体内的泛马血统 突然奥利巴露出了一副猥琐表情 从兜里掏出了从女友故乡买来的手帕 然后向凯巴尔疯狂炫耀 还邀请他也闻闻看 但没想到凯巴尔竟然在上面吐了一口黏痰 这一举动把奥利巴彻底惹怒了 他捧着手帕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千金大小姐大家都有吧 这个女人就是奥利巴传说中的情人玛丽亚 这天奥利巴穿上礼服 精心打扮了一番 然后拿起一束玫瑰走向了深处的房间 这里面住的就是他传说中的女友 奥利巴每天都会按时与其约会 可对方不止朝他扔烟头 还不停输出垃圾话 用周围的物品用力砸奥利巴的头 听到这话 玛丽亚泪如雨下 随后叫了奥利巴一声亲爱的 到了第二天 监狱里的四千名罪犯全部聚集在了广场上 然而周围却没有一个狱警看守 今天是凯巴尔挑战奥利巴的日子 他们被允许在这里观战 这场战斗连监狱长都不想错过 就算有人想趁现在越狱 他也不会离开这里一步 此时奥利巴扛着一张巨大的床走了出来 他每一步踏出 地面都在剧烈震动 而床上的人就是他传说中的情人 奥利巴小心翼翼地把床放在了地上 看清床上女人的样貌 周围的囚犯全都大吃一惊 奥利巴深爱的女人竟然是这副模样 他们不知道日后应该怎样向别人形容玛丽亚 胖这个词已经不足以形容她的模样 可奥利巴却对其十分痴迷 由于周围人的目光让玛丽亚很不舒服 所以他将怒火发泄到了奥利巴身上 用烟头扔她 朝她脸上吐口水 面对这样的羞辱 奥利巴没有丝毫生气的表情 他缓缓摘下了礼服上的袖口 然后猛吸一口气 用爆炸的肌肉把礼服撑烂 紧接着腾空而起 稳稳落在了凯巴尔的面前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被撑烂的燕尾福竟然依旧在原地保持站立 凯巴尔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丝毫没有退却 他打开了手中的罐子 瞬间一阵狂风起来 随后又出现了一波夹杂着暴雨的海浪 这些能带给他无限的勇气 激发他的斗志 眼看战斗一触激发 凯巴尔却解下了自己的头巾 提议双方抓住头巾的两边 谁先松手谁就算输 这是16世纪欧洲贵族发明的对决规则 对决者会捏住手帕的对角 然后开始呼呕 先松开手帕的就是输家 凯巴尔深得忍输大师级别的祖父真传 一开始就用五根手指进行倒立训练 最后只剩两个大拇指 所以凯巴尔才用自己擅长的领域定制比赛规则 随着二人捏住头巾的对角 比赛也正式开始 凯巴尔率先出拳打中奥利巴 眼看奥利巴即将摔倒 凯巴尔再次出拳击中对方的脸部 他并不需要击倒奥利巴 只要对方把手中头巾的事情一望 然后将手松开 那这场战斗就是自己的胜利 可突然头巾猛地被拉向奥利巴 凯巴尔健壮赶忙用双手牢牢抓住 奥利巴起身开始嘲讽凯巴尔 然后换小手指捏住了头巾 这一行为让凯巴尔的自尊心严重受辱 于是为了重视自尊 他用手拽下了几根胡子 将其搓成了一股 胡须毛发到了绝顶高手的手里 居然也能成为伤人的利器 趁着奥利巴右眼受伤 凯巴尔上去就是一个爆摔 好在奥利巴反应迅速 腾空转身之后 又重新站稳了脚跟 但奥利巴尔也并非全然无视 他的手帕已经被紧紧握在手掌之中了 就在几秒之前 这家伙还疯狂装逼 要只用小拇指捏住手帕战胜凯巴尔 远处的玛利亚也发出一声嗤笑 说了一句真讯 被心爱的女人嘲讽 奥利巴一时也慌了神 凯巴尔则乘胜追击打出一套小连招 那手帕也换成了奥利巴最初的小拇指握法 奥利巴防高血后 这几下未必能伤得了他 但爱人的蔑视和对手的嘲讽 却着实让他的内心遭受了一万点暴击 他暗自发誓 必须让这场决斗变得不再无聊 凯巴尔忙着输出的功夫 奥利巴突然说了句 你们手帕还要捏多久 凯巴尔先是一愣 而后低头看去 奥利巴尔居然早就放开了手 那手帕只是轻轻搭在他的手掌上 纵使这样 在对方疯狂的攻势之下 他也没让手帕掉落 在场中人无不害然 奥利巴不愧为这所监狱的No.1 凯巴尔却不以为然 因为这放开手的玩法 他早就听说过 这是一个叫吉尔贝托的男人首创的 1947年 一个名叫吉尔贝托的男人 在巴黎的香榭利社大道 盖了一家豪华酒店 他也因此而闻名 成了报社争相报道的饭店大亨 但此人还有另外一面 那就是西系里的黑手党 在1961年底 他因为赚钱没给组织交回扣 而被大佬下令处决 深夜里 吉尔贝托被数十把汤姆逊包围 但处决前 组织还是给了他一次机会 让他和一个标形大汉 握住一条手帕的两端护欧 谁先松手就当场突突水 吉尔贝托已年近期训 这场决斗他根本就不可能获胜 为了少受点罪 吉尔贝托干脆松开手 将手帕的一脚放在了手掌上 决斗也在一瞬间就宣告结束 他被当场打成了筛子 但吉尔贝托的名号却沿用下来 成了这种规则的统称 凯巴尔也将手掌摊开 改成了相同的握法 装逼这事可不能让奥利巴独占 他必须要在面子和里子上 通通战胜奥利巴 才能由二先生变成新一代的监狱王者 奥利巴也越打越兴奋 抓住对方的头就砸向了地面 凯巴尔的整张脸都被镶进了地底 正当众人以为比赛结束的时候 却发现手帕并未掉落 凯巴尔居然用手背拖住了手帕 随着凯巴尔再度起身 现场也再度沸腾 只有任牙一人格格不入 说了句无聊 不论贵族还是黑手党 这把戏说到底也不过就是 俩大男人玩手帕吧 然而就在此时 场地内居然刮起了风 二人都只是拖住手帕 这一阵大风足以终结比赛 奥利巴也燃了起来 他很想知道 玛利亚有没有重新对自己提起兴趣 奥利巴惊得连手帕都扔了 他的女人居然在眼皮子底下 被扔牙给试驾了 受此大辱 奥利巴怒吼着质问玛利亚在干嘛 而玛利亚却告诉他 你还有脸问我 你一个大男人 整个丢手卷的游戏 没完没了地在那玩 你不会以为这很帅吧 怪不得这帅小伙无聊到睡着了 奥利巴的内心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整个人呆在了原地 凯巴尔也趁此机会 一记摧枯拉朽的扫梯 打到了他的脸上 紧随其后 凯巴尔又是一个掌机 当场震穿了他的骨膜 不等奥利巴回过神 凯巴尔就揪下自己的头发 凝成了一股绳 而后精准迅速地插进了 奥利巴的耳朵里 只要这么轻轻的一拥 奥利巴的耳窝 就会被当场干碎 彻底失去平衡感 可还没等发力 他的手腕就传来一阵巨痛 经过短暂的思索 奥利巴已经想通了 这次游戏的真谛 男人就该真刀真枪地干男人 赢了战争 输了躺下 搞那些花里胡哨的规则 根本就毫无意义 又拳击出 凯巴尔就像被半挂货车撞到一般 旋转着飞出去数十米 这一下的威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范畴 胜负一分 任牙也从玛利亚的床上跳了下来 年轻小伙子就是火力旺 玛利亚被他整个面色潮红 见自己的女人如此开心 奥利巴也对任牙表达了谢意 他可真不愧为全美国最强的男人 心胸居然如此地大度 正当众人为奥利巴的胜利而欢呼之时 不远处居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凯巴尔 他居然还没死 受到如此重创的他居然变得更加坚定了 只见他一边涌唱歌谣 一边用泥土在脸上涂上了迷彩 从现在开始 他也将不再放水 拿出全部的实力来迎战对手 穿过人群 凯巴尔缓步来到奥利巴面前 而后一脚将其踹飞数米远 这一击并没有多快 奥利巴分明就是故意被踢中的 在众人的那喊声中 奥利巴一个鲤鱼打挺就站回了原位 他从一开始就低估了二先生凯巴尔的实力 所以从头至尾都没有亮出真本事 从这一刻起 他也要拿出权力来战斗了 强风拂过 凯巴尔再度出击 这一拳借上了风势 威力已经大到了逆天 可拳还未打中 奥利巴的大手就先一步按到了他的脸上 这一击甚至让整个地球都受到了影响 连太空中的人造卫星都暂时失灵了 奥利巴才是真正的怪物 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端 美国总统正在朝关底前进 奥利巴的这一击让卫星导航都失灵了 坐在车后坐的人也抱怨道 你的车技真是和治国水平一样差 此人就是人类的战力天花板 地表最强生物犯马永次郎 只要他想 美国总统也得乖乖地给他当司机 而美国总统也有点是需要用到永次郎 总统最近新请了一位保镖 此人号称是凯巴尔先生的部下 战斗力比持枪的特种部队还要强 说得挺牛逼的 真打起来会怎样呢 于是总统便想到了永次郎 想借永次郎之手试试他的实力 一见面总统就说永次郎要攻击自己 让保镖快点护驾 没想到话才出口 永次郎就先怒了 作为地表最强人类 他可从来都不开玩笑 总统让他攻击自己 他将会全力以赴地出击 保镖当时就怂了 说总统是自寻死路 因为没人能拦得住犯马永次郎 说完这家伙就一脚把总统踹出了窗外 这是唯一能让总统活命的办法 他将尽全力拖慢永次郎的脚步 让总统逃生 可摆好架势后 面前的永次郎却不见了 他回头一看 永次郎已经比总统先一步到达了楼下 而后接住了飞出窗外的总统 这速度简直堪比白金之星 见这保镖如此果敢 永次郎也称赞了对方 但这种小喽喽根本不配让永次郎出手 他只想跟这家伙的大佬凯巴尔较量较量 殊不知 现在的凯巴尔已经被奥利巴一巴掌 打成了植物人 奥利巴完全解放肌肉能有多牛逼 不仅会当场撑破皮肤 把所有人都压扁 还会摧毁整座监狱 随后冲上天际 凯巴尔挑战奥利巴 却被对方差点打成植物人 但他却再次缓缓站了起来 凯巴尔想到自己国家可怜的人民 他心中的斗志瞬间被点燃 在众人的惊呼声中 二人的最终决战正式开始 奥利巴手臂的血管宛如小舌盘踞 这是他肉体达到极致的表现 而凯巴尔则是瞳孔上翻 周身出现了足以扭曲空间的气场 随后缓缓向奥利巴走去 突然他停下脚步 用手指向了后面的燕尾服 下一秒 站立的燕尾服竟然倒了下去 现在的凯巴尔就像 延出法随的神仙一般 人类发展至今 孕育出的现代武术 全都有一个共同的盲点 那就是支撑 人们把支撑地当作表面 都没有深究身体如何斜推地面 如果把地面当作最大的支撑点 那就可以用坚硬的地心来支撑自己 获胜的凯巴尔享受着观众的欢呼 就连美国总统都前来下跪请求他原谅 紧接着泛马勇次郎也赶到现场 说自己不配拥有地表最强生物的称号 凯巴尔才是世界的最强者 听到这话 凯巴尔终于意识到 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做梦罢了 现实中的他早就被奥利巴一拳 镶进了地里 然后便失去了意识 解决完凯巴尔 奥利巴走向了任牙 他表示凯巴尔书 是因为缺少了对肌肉的热爱 自己现在的模样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体型 而是他将肌肉往内缩的结果 假如打开限制住这些肌肉的大门 那他的大小会当场把皮肤撑破 把在场的所有人全部压扁 摧毁完监狱后 甚至会直冲天际 奥利巴一天的饭量 从未少于一万卡路里 就算是奥运选手能 也不容易做到这点 一万卡路里按照饭团来计算的话 那些热量就等同于五百个饭团 但奥利巴的体质房 却一直都在5%以内 因为他时刻都在抑制肌肉的扩张 看任牙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奥利巴竟把他拎了起来 然后一巴掌就将其打飞了数十米 这股恐怖的力量 让他想起了犯马勇次郎 任牙摆好家事准备战斗 可回头一看 奥利巴竟然向他鞠躬道歉 其实奥利巴锻炼肌肉并不是为了战斗 而是为了抱起自己心爱的女人 在向玛利亚表白后 奥利巴唱着不知名的歌谣离开了现场 等到第二天 查房的狱警发现凯巴尔已经越狱 只在柜子里留下了一封信 这是他给奥利巴和玛利亚的领悟 信封中是凯巴尔岛上的货币 也是邀请他来岛上的邀请函 与此同时 回到岛上的凯巴尔再次拿起了他的斧头 看到自己的老大回来 众人全都围了上去 原来一个月前听到手下提起奥利巴 说对方是全米国最强大的格斗士 所以凯巴尔才不远万里去找奥利巴决斗 而另一边 早上监狱点名的时候 任牙开始搞事情了 他想成为关不住的男人 三下午除二放倒狱警后 任牙缓缓朝监狱正门走去 赶来的狱警向他开枪 但无一例外 所有子弹全都被任牙轻松躲了过去 他一脚踢开面前的铁门 再次解决了三名狱警后 顺利从对方的口袋拿到了钥匙 然后一路畅通无阻来到了外面 可监狱长这时却拦住了任牙 随分地努力了 你还没听过吗 暴击的意义 不,我也是 我应该成为了 安静 然后现在的结论是 成为了 可能 面对全米国最强的格斗时 任牙能有多嚣张 为了成为关不住的男人 任牙决定越狱去外面透透气 可还没等走出大门 就被监狱长拦住了去路 六个合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住了任牙 但面对此等绝境 任牙没有丝毫慌张 下一秒 监狱长的眼睛突然炸开 这是刚才任牙用拳头打碎的 不仅如此 任牙还把枪手身上的第二个扭扣 全都拿了下来 如果他们开枪没有击中自己的小脑 那任牙就会采取行动将其全部干掉 在几人靠近任牙开始 他们就已经成为了人质 监狱长被逼无奈 只能听任牙的话 与他搭监表示友好 随着监狱长的命令下达 监狱的大门也全部打开 任牙如愿以偿地走出了监狱 成为了关不住的男人 可他并没有离开 而是主动伸手请求戴手铐 他只是想看看 自己有没有离开的能力而已 就在这时 奥利巴骑着心爱的小魔拖出来了 得知任牙想逃狱 奥利巴十分生气 他不认为任牙能与自己比肩 于是便让监狱长解开任牙的手铐 随后脱下了上衣 可任牙根本不需要打开手铐 只见他双手用力一转 手铐就被骑轻松扯断 他看出了奥利巴现在还没有 从和凯巴尔的战斗中缓过来 被轻视的任牙也陷入了暴怒 当场就化身喷子 对着奥利巴一顿输出 他让奥利巴吃饱了再过来找自己战斗 奥利巴被任牙激怒 他强行压制心中的怒火 好半天才恢复原样 为了维护他强者的尊严 奥利巴没有顺着任牙的节奏走 看对方不接招 任牙又对着奥利巴一通嘲讽 随后便招呼着监狱长返回监狱 等任牙走后 奥利巴把所有的怒火拳 都撒到了心爱的小摩托上 然后他返回房间穿好西服 照例带着玫瑰花去找玛利亚 玛利亚想和奥利巴玩猜拳游戏 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友 奥利巴细心的照顾到了对方情绪 几轮游戏下来 好胜心极强的奥利巴却一次也没有赢 很快玛利亚便放下手臂沉沉睡了过去 奥利巴健壮也脱下衣服 钻进了女友的怀抱里 而任牙由于逃狱 再次被关进了小黑屋 在这里不仅要戴上手指铐 食物和水也不会给一点 奥利巴前来探望任牙 想到昨天任牙对自己的嘲讽 奥利巴越想越气 于是便用他即将到来的大餐诱惑任牙 享受完世界级的美酒和顶级甜点 自己还能出去散个步 看任牙没有反应 奥利巴竟直接来到任牙面前 打开闸门给他冲了个热水澡 而面对如此羞辱 任牙并没有恼怒 而是面带笑意告诉奥利巴 在被刃牙精神攻击后 奥利巴吃饭都没了胃口 玉井享用一瓶最佳年份的 罗曼尼康蒂让他消消火 这瓶酒的价格堪比一辆豪车 奥利巴潜尝一口 果然味道没有让他失望 但下一秒他却放下了酒杯 抢过玉井手中的酒瓶 然后一巴掌就拍了下去 这十万一瓶的顶级红酒瞬间碎裂 睡了别人女朋友会有多惨 任牙自从睡了 玛利亚就被奥利巴一直针对 破防的奥利巴帮任牙洗了个热水澡 最近监狱有一个传言 说凯巴尔和奥利巴能离开监狱 是因为他们的地位 而任牙则是纯靠实力走出去的 听到这话 奥利巴有些不悦 他询问监狱长自己是否要正面走出监狱 让别人见识一下 为了维护自己在监狱的地位 奥利巴接受了任牙的挑战 并决定给总统激邀请函 在监狱举行一场盛大的格斗赛事 并向全世界的人们转播 米国最强男人与史上最强的少年 泛马任牙对决 以这个噱头把转播权卖给有线电视 监狱还能趁机大赚一笔 随后奥利巴来到了女友的房间 向玛利亚倾诉着自己的心里话 曾经的玛利亚美若天仙 可生病后却吃了无数的药物 副作用让她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失去美貌的玛利亚没有任何动摇 依旧跟以前一样高傲 不受约束 连尊严都没受一丝影响 可玛利亚却说自己只是无耻吧 她让奥利巴来到自己身边 宣泄完心中压抑许久的情绪 奥利巴来到了任牙面前 把两周后举行比赛的消息告诉了她 但任牙却说奥利巴年纪大脑子不够用了 她只是想痛快地打一场 和时间 地点 观众都没有关系 奥利巴认为任牙被手指靠束缚 并没有资格和自己对战 可就在这时 任牙却突然出招 一脚将奥利巴踢得单膝跪地 随后又是一套连招 奥利巴被打得晕头转向 嘴角也渗出了鲜血 此时的她终于醒悟 面对冲过来的任牙 奥利巴一巴掌将气拍到了隔壁的房间 这场决战现在正式开始 破碎的西服竟然再次立在了身后 看奥利巴拿出了真正实力 任牙当即就将手臂拖旧 把背在后面的手拿到了前面 然后收紧腋下 阻断了通往动脉的血流 少了血液的手指会逐渐变息 任牙就是用这个方法拿掉了手指靠 虽然两人只有一墙之隔 但他们已经进入彼此的空间了 任牙率先出拳攻向了奥利巴 可这一拳却被奥利巴防住 只见她猛吸一口气 抓住任牙的手臂就将气从隔壁的房间拉了过来 随后奥利巴抓住了任牙的手脚 把她的身体从上到下不停地甩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奥利巴才放开了任牙 然后冲过去抱住她 一连撞穿了三座牢房 紧接着 奥利巴又把任牙扔到了铁门上 然后一拳就砸了过去 把任牙连同铁门一起打飞了出去 这就是米国最强格斗士的实力 奥利巴一跃而下跳到了任牙面前 站在原地等任牙起身 任牙在起身的瞬间对着奥利巴就是一记扫堂腿 但结果小腿却被对方抓住 于是她便用另一条腿疯狂踢向奥利巴 可面前的这个男人好像感受不到疼痛一样 奥利巴命令预警退后 随后右手用力一甩 任牙就狠狠被摔在地上 砸出了一个身达三十公分的大坑 躺在地上的任牙意识开始模糊 她找到了五年前和父亲永次郎对战时的感觉 那种无力感竟让任牙很怀念 任牙的鬼脑觉醒了 她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融化 变成了鼻水更丝滑的液体向四周扩散 下一秒 任牙竟突然从地上弹了起来 而被她压着的水泥地上 汉字看起来就像一张鬼脸 任牙同时觉醒了鬼背与鬼脑 这时的她让预警不禁想起了剑圣公本五脏 感受到任牙实力的变化 奥利巴脸上也浮现出了凝重的神情 奥利巴只走了一步就倒在了地上 通过高速摄像机他们才知道 从任牙出拳到奥利巴倒地时间 仅仅只过了一秒 恢复意识的奥利巴这时想起了某本书上曾提到过 人的意识会延迟0.5秒 在移动时 讯号会提早0.5秒传到大猫 而身体流淌着犯马家血脉的刃牙 出拳却只需要0.2秒 但奥利巴却并不惧怕刃牙的这一技能 在任牙鬼脑和鬼背同时觉醒后 她的速度已经突破了人类的反应极限 只用了0.2秒便击倒了奥利巴 面对如此强敌 奥利巴也拿出了自己的压箱底绝招 蜷缩着身体团成了一个球 任牙健壮不甘示弱 当即就用跳后踢尝试攻击 但下一秒她却被弹了出去 原来奥利巴经过不断的训练 已经可以随意控制肌肉的大小 收缩身体的任何部位对她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任牙的攻击就是被肌肉的反作用力弹开的 这时任牙忽然想起来 之前的搞红叶也使用过这种招式 但由于二人的肌肉质量天差地别 所以施展出来的效果完全不同 面对奥利巴的绝对防御 任牙决定是一世之前用过的钢体术 人们在做出劈砍的动作时 身体的数十个关节会同时运作 它们将变成缓充电或者减震器 这也是攻击变弱的原因 但如果能让每个关节都变得非常坚硬 攻击力就会成倍的提升 任牙冲上前用钢体术给奥利巴来了一拳 结果对方却毫发无伤 在任牙愣神之际 奥利巴抓住了她的手 连在外面仅剩的一只手都没有放过 等任牙出来时 她已经虚弱地倒在地上 看起来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解除防御的奥利巴来到任牙面前 只要她亲口认输求饶 自己就可以饶她一命 但任牙却并没有这么做 表示二人必须死一个才算战斗结束 见任牙还在打嘴炮 奥利巴气地跳过去就给了她两脚 然后张开身体再次将任牙吞了进去 任牙这货不讲武德 竟然把手指插进了奥利巴的鼻孔 吃痛的奥利巴一拳将任牙打飞出去 鲜血不断从她的鼻腔中流出来 奥利巴这次彻底目了 可任牙却向她表示自己不会再用花招了 她要堂堂正正地用护欧击败奥利巴 听到这话 奥利巴不禁笑出了声 任牙这个比自己轻一百公斤的少年 根本不可能用力量正面击败自己 就在这时 上方的牢房突然传出了一道声音 是前重量级冠军麦克 他想要阻止任牙愚蠢的行为 因为任牙这种中量级选手正面对上奥利巴 毫无疑问就是自寻死路 但任牙却没有听从她的劝告 任牙朝奥利巴缓缓走去 此时已经没有人与规则可以阻止他们 这一场地球诞生以来最精彩的拳斗正式展开 二人的拳头同时击中对方的面门 强大的冲击让双方身体都弯曲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场内的呼喉还在继续 而监狱外这时却飞来了成群的秃鹰 等待战斗结束后享用美味的食物 此时的任牙舍弃了一切技巧 脑中只有打败奥利巴这一个信念 他用自己的拳头把奥利巴打得节节败退 直至将其打得背靠墙壁 任牙用自己的拳头打破了墙壁 抬起头时 他终于见到了外面的世界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阻拦自己了 可当他恢复意识才发现 面前仍然耸立着一面他无法跨越的高墙 与此同时 玛利亚房间内的玫瑰掉落 他意识到奥利巴可能陷入了危险之中 于是他便循着声音找了过来 在得知奥利巴输给了任牙 玛利亚并没有责骂他 临走时奥利巴让狱警联系监狱长 他有事要向所有囚犯宣布 把监狱所有人都召集到了外面后 奥利巴宣布自己败给了任牙 他现在已经不是监狱中最强的人了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 奥利巴决定让任牙在监狱中消失 监狱长本想推托一下 就这样 任牙骑着单车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为了让他不乱跑 奥利巴还特意派了一架直升机 护送他前往机场 而另一边 尚未把任牙打败奥利巴的消息 告诉了永次郎 他认为任牙已经是永次郎 目前在地球上最具威胁性的对手了 无论巨熊还是小型恐龙 任牙现在应该都能轻松解决 在不远的将来 大孝子任牙即将向永次郎发起挑战 可突然尚未再次开口 询问永次郎能否打败面前的霸王龙 与此同时 米国科罗拉多州的某处废弃物工厂内 开采队在地底701公尺深处 发现了19000万年前形成的一面透明眼笔 里面呈现的景象赫然是一名原始人 正在猎杀霸王龙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